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摘了一碎玉米啊 我刚才手里拿不了那么多 摘一碎扔一碎 最后就只剩下这一碎玉米了 哎呀 道哥 你拿一个篮子不就都解决了吗 现在这样你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哦 还是你聪明 看来道哥下次行动之前要好好动动脑筋了 好了 好了 我们快把这些玉米传送给美食屋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弹独家冠名播出 小朋友们 让我们看一看 今天美食冰箱里又传送了什么食材吧 一起来看 哇 这是什么呀 玉米 小朋友们都认识是玉米 既好吃又有营养 好的 今天呢 我们的美食就用玉米来完成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四位小朋友 小嘉宾 李寒月 今年六岁 小嘉宾 魏智盈 今年六岁 小嘉宾 刘佳音 今年四岁 小嘉宾 高可欣 今年五岁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澳目牛奶 小朋友们的手都已经洗干净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正式的制作美食了 还记得吗 今天我们制作美食要用到的就是 玉米 想来问问小朋友们 和玉米有关的美食 你们都吃过哪些 我吃过那个玉米拌土豆 玉米拌土豆 就是把土豆变成泥 然后把玉米然后放上去 用玉米粒蘸着土豆泥 玉米粒蘸土豆泥 听起来不错 谁还吃过其他的 烤玉米 烤玉米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好 那我们看一看 除了小朋友平时吃的这些常规的做法 还有哪些呢 这道菜有没有见过 这个是玉米 大胡萝卜和青豆 对 这道菜叫松仁玉米 里面有玉米 胡萝卜 青豆 还有松子 还有营养的一道菜 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菜吗 知道吗 玉米沙拉 这个 小朋友喝过这种粥吗 我玉米粥 对 没错 还有就是 我们平时吃的最普通的玉米 炒玉米或者煮玉米 对了 那今天呢 在做玉米美食之前呢 小朋友们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自己面前的这个玉米 这个是刚从玉米地里拿回来的玉米 它的外面有什么呀 皮 对了 像外衣一样 包裹着玉米 那么我们如果想用玉米来做美食的话 首先第一步要怎么样 把玉米皮包掉 对 好 小朋友们 比比看谁最先完成任务 来 预备 开始 它一点也扒不动 它有点那个紧 我扯也扯不下来 断也断不下来 好的 来 小朋友把你们的玉米举起来 让我看一看 都完成了 来 我帮你一把 你帮他一把 好 一二三 走 好 太棒了 都完成了 来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如果家里也有玉米的话 赶快拿出来 和我们一起来做 接下来我们要把玉米给煮熟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看一看玉米是怎么生长的 哎呀 刚才的短片啊 我觉得玉米地看上去非常的壮观呢 小朋友们有没有亲自到玉米地里去看过呀 看我 我奶奶家有一个大玉米地 真的 来 我们来闻一闻 这个煮熟以后的玉米 哇 是不是很香啊 小朋友 是 尝一个 哎呀 味道很好 尝一尝 真好吃 不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现在每人拿出一个玉米豆 有的可以真吃 有的可以假吃 我们扭过身去 然后呢 让电视机前小朋友来猜一猜 谁是真吃的 谁是假吃的 好不好 好 来 一 二 三 嗯 好 扭过来 嗯 大家猜我是真吃还是假吃啊 真吃 真吃 我觉得高可欣也是在真吃 是吗 喂知影也是 啊 你没吃啊 演技非常好 你肯定在真吃 我都看见了 鱼泡泡太厉害了 我真吃假吃 它都能猜出来 总之这个玉米豆味道非常的好 接下来我们就用它来制作我们的美食 来 小朋友 首先把玉米豆倒进我们的玻璃碗里 然后我拿出第二样东西 红颜色的 看这是什么呀 猜一猜 胡萝卜 对 胡萝卜 胡萝卜 来 放些胡萝卜丁 好 请问这个绿色的是什么 认识吗 豆 青豆 同样放一些青豆 最后我们拿出这个 是什么 参肠 对 再来吧 放一些火腿肠的钉 放一些火腿肠的钉 然后我们拿出沙拉酱挤在上面 你先进 你别进特别多 你再多放一下 小朋友看着是不是有点馋了呢 对 搅拌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呢 放在盘子里 放在玉米的周围 来进行摆盘 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 小朋友来问问你们 还剩了一点 放不下了 该怎么办呢 把它放到玉米的上面 不 要这样把它吃掉 不要让废啊 好吃吗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做 拿出这个 小朋友认识吗 认识什么呀 草莓 草莓 我们把它切成片了 放在玉米上 好 然后拿出这个 小朋友认识吗 蓝莓 对了 把它放在草莓上 好的 放好之后呢 我们要拿出这个 小朋友认识吗 海苔 对了 来做它的嘴巴 还有它的头发 来 我们放在玉米上 快看我的作品 怎么样 玉米小怪兽 小朋友们好 你们都完成了吗 让我们看一下 好 咱们想尝一下 尝 别着急 在品尝美食之前 不要忘了 先把桌子收拾干净 擦擦桌子 兮兮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动手 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第一步 把玉米皮剥掉 放入锅中煮熟 第二步 用水果 蔬菜 海苔 装饰玉米 再用玉米沙拉 点净一下 好的 我们的桌子已经收拾干净了 小偷们 让我们一起来品尝美食吧 今天这个玉米太好吃了 我想把玉米打扮回家 送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吃 好了 我们今天的美食制作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好朋友 还有一份礼物送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我们的大厨会用玉米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呢 一起期待吧 我们的好朋友 哇 真是太可爱了 好的 谢谢我们的美食搜索员 道哥和摩尔 今天我们的四位小朋友 表现得也很棒 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 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 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奥姆牛奶提供 来 祝贺小朋友们 为自己鼓掌 太棒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美食你们是不是学会了呢 好的 让我们跟着 请你像我这样做 一起动起来吧